如果史怀哲博士能在一百多年前来回往返欧洲十四次 为非洲医院举办音乐会筹集资金 而巴拉圭的音乐家能够用由垃圾制成的乐器 培养当地孩子的音乐才华 为贫困儿童提供不一样的出路 2018年共享音乐的一群义工在没有任何经济基础的情况下 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于2018年10月举行了首场名为德沃下课之夜的音乐会 通过音乐会门票的收入 我们开始提供音乐奖学金和培训来支持弱势群体 首位奖学金获得者许辛慧接受了长达四年半的声乐训练 2020年初我们在马来西亚马六甲成立了原住民合唱团 为寄宿学校的学生提供了学习音乐和歌唱的机会 同时培养了他们的自信、毅力和责任感 这些都是成长过程中重要的元素 然而音乐的祝福并没有止步 受助的弱势群体通过持续的努力和训练所展现的歌声 往往是最能安慰和打动人心的 因为他们克服困难的勇气 点燃了许多人对生命的希望 歌声满希望Voices of Hope古典音乐会 即将于12月29日在新加坡冰台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 这将是疫情后共享音乐的首场大型音乐会 我们期待与观众一同欢庆2024年的到来 同时继续为弱势和贫困社群提供音乐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帮助他们实现梦想、创造更多可能性 诚意邀请您与我们同行 欣赏专业音乐演出的同时 将音乐的祝福带给弱势群体 相信他们的歌声也会把这份祝福延续下去 12月29日晚上7点半 冰台艺术中心我们期待与您相见